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晒工资 有人晒房子 什么都能拿来晒 还有孩子家长在网上晒书包 这不晒不知道 一晒吓一跳 最重的那个书包据说有11.3斤 那位家长说了 他孩子的体重才40多斤 这书包在哪里背得动啊 所以现在您再到学校门口去 发现这孩子的书包都变了 不背了 而是像拉杆箱一样拖着走了 你看这小朋友不像去上学 倒像是赶飞机了 家长虽然说是心疼孩子 却不敢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以至于这孩子求学成为一件越来越辛苦的事情 那么该怎样解决在教育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呢 咱们依然来问庄子 今天咱们请到的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傅佩荣教授 教授您好 金博您好 今天咱们既然要向庄子来问关于求学的问题 那么庄子对于读书他持什么态度 在他的书里面很明白的说 书本是糟粕 啊 他是怎么说的 他讲一个预言 他说齐桓公 就是春秋五霸第一霸 齐桓公 在堂上读书 底下有一个坐轮子的人叫扁 轮扁 他就问说 请问君上您在念什么书 他说我读古人的书 他说这个人现在还在吗 他说当然不在了 古人怎么在呢 他说那君上您念的只是糟粕而已 齐桓公很生气啊 他说寡人读书 你一个工人也在评论 说个道理出来 说不出来就杀 对 不光是齐桓公愤怒 我们也感觉到惊诧 这轮扁为什么说 这个古人的书是糟粕 他举自己的例子 他说我一辈子做轮子 做轮子的时候 你要磨中间的放轴层的地方 磨得快的话呢 将它轮子装上去之后 跑起来就滑动了 不稳 磨得慢的话呢 又好像卡得太紧 轮子跑起来不够畅快 所以这个不虚不及啊 叫做得之于手 应之于心 所以咱们经常用那成语叫得心应手 或者说叫得手应心 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对您说的没错 原来是我的手 很习惯了之后啊 心里面有数 知道说什么时候该快 什么时候该慢 这一套我不能传给我儿子 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啊 因为他必须自己亲手操作 才能够有体会 所以呢 古人有他的智慧 一旦写成文字以后 就要像我把我的诀窍 用语言说出来一样 就变成糟粕了 因为精华是我的心得 所以古人心得写不清楚的 所以您念的也是糟粕 这个说的有点意思了 尽管它这边有一层意思 就是实践出真知 但是照这样说呢 书都不必要有了 书既然都是糟粕 那读书到底还有用没用呢 说到这一点啊 我们必须持肯定的态度 因为在司马迁笔下 庄子本人就是特别会念书的 对 司马迁说他六个字 齐学无所不亏 等于是古代到当时的书全看了 但是庄子为什么没有陷入 他自己所批判的一种对象呢 他难道不知道书本是糟粕吗 他知道 就因为他念的太多的书 他知道说书本上写的东西啊 很多都不实用的 只是一种别人的心得 转变成为你的客观知识之后呢 他跟心得脱节了 对 所以如果你学庄子的话呢 第一个 该念什么书就念 第二个 不要执着在文字上面 所以呢 如果说你斤斤计较于说 考试考几分啊 毕业的时候能考上什么学校啊 或是书本上的东西懂得多少的话呢 那恐怕是买读还诸 你书本念了之后 你没有得到书本里面的智慧 那么从庄子刚才这个态度来说的话 让我们大家虚惊了一场 其实庄子呢 并不是说一概否定读书 当然是 我们所谓的 于不惊人 死不休 恐怕还需要从其他方面来 一起来看 对 庄子呢 似乎有一个读书的态度呢 也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解的 在这个庄子养生主当中呢 这有消极的成分在里面啊 说实在的 这也是一种客观的描述 生命是有限的 知识是无限的 用有限的生命 追求无限的知识 这根本是 不但没有希望 并且很危险 我有时候想到自己 年轻的时候 我在美国念书 那个图书馆啊 对 有七百万册藏书 我每一次到图书馆里面 都觉得活着 没什么意思 很绝望 你再怎么努力 七百万册 你连能念个七百册 就不错了 对 所以与其在书本里面 追逐人生的真理 不如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同时也加以体验 所以庄子不是反对你念书 他反对你念史书 跟史念书 可是在图书馆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中小学的墙上 往往呢 他是把刚才那句话 前半句写着说 五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就按照这个道理的话 让人们呢 应该是叫 学海乌鸦苦作舟 是一种追求的姿态 这是不是其实对 庄子的理解 这就出现偏差了 对 这个我们只能说成是 创造性的误解 有时候把古代的话呀 拿来用的时候 我们取他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好好用功啊 书念不完的 对 他是老师 劝学生好好用功嘛 对 他不知道说 这个原文的意思啊 是说 你再怎么用功都没希望 所以您刚刚说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叫做 雪海乌鸦回头是岸 好 其实在庄子的观点当中呢 有一点是具有建设性的 就是不要光读书 而要去多实践 也许呢 庄子就告诉我们 读书不是唯一的 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您说的没错 所以我们要把念书的内容 跟他的这个具体的方法 简单分成大概三类 第一种是做人处事的方法 古人怎么来往 我学会了之后 多懂了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的知识 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 你聊天 谈什么问题 天文地理 各种事情你都要谈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 你必须亲自操作 你说你研究了很多 怎么开车的方法 你也不去真的开车 你再念多也没用 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读书方法 一般来说都是 多读书诚诵 倒背如流 一本书翻来覆去 背个滚瓜烂熟 里面的道理似乎就明白了 而且呢 我们隐身一句话 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好像历来的智学传统 就是轻视动手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知识 分成一种是做人处事的 一种是本身的见闻 或者说客观的知识 一种是你实际的操作能力 这方面 庄子偏重的显然是第三种 对 所以他才会提到很多老人家 一辈子专心做一种技术 变成艺术 到最后进入画境 让别人惊讶赞叹 他从这边去做什么 所以过去呢 因为是文人写史 文人都写自己了 就忽略了身边 其实有很多做事的人 他们做到什么样的地步 就是我能够把一个记忆 做到什么程度 似乎我们史当中很少记载 是的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比较会偏重到 只是念书 这个求取公民这个路线 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 对子女教育的时候 也要有类似的想法 我常常会想到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一个人 如果从小不念书的话 他说不定反而在某方面 会有特殊成就 比如我们说打篮球 谁打得好 麦克乔丹 那麦克乔丹 他念什么书呢 打高尔夫球呢 小老虎舞姿 他念什么书呢 那你说国内很多运动员 马上就要办奥运了 这种顶尖好手 你问他 你数学考几分 他给你翻点 你管我什么 我会跳水 我会 这个是单杠双杠 我会赛跑 所以这个社会 说起来也蛮矛盾的 一方面要每个小孩去念书 等你念到身体体力不行的时候 又说你去运动 这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一个 当前非常时髦的问题了 就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问题了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比较宏观 我们今天是不是接下来来谈谈比较微观的问题 作为父母该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个事电视机前可能很多为人父母的人正头疼 庄子他又是怎么样教育孩子 他对这种教育的观点又是什么 基本上庄子他对于教育呢 他采取比较自由的态度 基本上是要顺从他的本性 尽量不要违背 你违背的话呢 对他来说是一个伤害 他即使成功的话呢 他恐怕得不偿失 那么对于这个教育他的人来说的话呢 恐怕是四倍功半 对 你辛辛苦苦弄了半天 达不到你预计的效果 在这方面 庄子又给我们讲了什么故事呢 他提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所谓的 室友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对 这样的故事 他说你看这伯乐很厉害吧 他一看就知道哪一匹马比较上道 对 比较有希望变成千里马 他开始训练了 但这是违背马的本性 庄子说 这个马平常就是吃草喝水嘛 对 高兴的时候交紧相磨 生气的时候呢 分背相踢 这很生动啊 对对对 好像是在原野上 这些马跑来跑去 但是你一旦到伯乐手中啊 开始给你分批训练 住在柵栏里面看你乖不乖 然后到磨动标准之后 给你装上龙头 贤沛 马鞍 全脑装上去之后 这个马就死了一大半了 那请问 对这匹马来说好吗 他也是觉得很痛苦 对 现在很多家长 都想把自己的孩子 培养成千里马 对不对 但是呢 就不问问 这匹马 他愿不愿意成为千里马 要知道啊 千里马是日行千里 夜行八百 那多辛苦啊 所以这可能也是 庄子啊 在这个观念上 整个是反伯乐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对孩子来说 庄子会认为 你该给他什么教育 按照规矩来 你尽量不要额外增加很多 像补习班 才艺各种补习 什么都要 这样对他来说的话 等于是 你把他当千里马 他要付出代价的 对 所谓事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原是一句人人传颂的美言 但是如果从马的角度来看 您或许会调整您的观点 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家长 本着那个原则 就是为了让孩子 不要说的起跑先生 拼命让孩子学东西 也不管这个孩子 是不是这个五音不全 都去学钢琴 不管他是不是色盲 都让他去学画画 这很明显是一种盲从 看到别人学什么 我也学什么 就是害怕 我少学的一样 将来就吃亏了 他不知道说 你学的再多 如果不是你的兴趣 你不可能深入 不可能学的精 将来亦无用处 所以我平常认为 父母要把人生看作长城赛跑 在这里我是很惭愧 我有个女儿 他念小学一年级 第一天上学 我就跟他说 你开始念书了 答应我一件事 他说什么事 我说你一路念书考试 绝对不要作弊 他很聪明 马上就问说 那考不好你会骂我吗 你看从小就知道 作弊才会考得好 没错 我心里想说 这还得了 我说我绝不骂你 你考不好我绝不骂你 好 时间很快 一转眼之间 他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那天我就问他 你大学毕业了 你告诉我 一路走来 你考试 有没有做过弊 他说没有 我说我对得起你 你这一辈子没做过弊 你这一点就胜过很多人 我在台大教书30年了 上课问300个学生 没做过弊的举手 顶多五六个 举着手还怕别人发泄了 所以这个说明什么 你要培养一个人的素质 看你选择什么 我的女儿功课一向在中等 但是从来不作弊 她养成一个习惯 做事不找借口 不求侥幸 就是这个习惯我做父亲做母亲的 对得起他 他一辈子都会自己负责 他后来到美国念书 都自己来 每天念书八小时 十小时功课 在台湾都没那么好 所以等于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长城观念 人生是一个长城赛跑 你小时候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但是你赢的话 马拉松赛 谁最后赢谁才算输 所以你就要培养一种性格 这种性格跟念书没有直接关系 它属于一种 你内在的一种信念 我相信人生什么事情最重要 而这一点会延续你将来 毕业之后进入社会 你在学校几多二十几年 但是进入社会之后 还有五六十年 请问你要把握什么 针对当下流行的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一口号 傅佩荣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人生是马拉松长跑 而不是百米冲刺 起跑线上的竞争 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应该说这一观点 会给很多家长一起誓 那么除此之外 对于教育孩子 傅教授还有什么观点 庄子又讲了些什么故事呢 那么在庄子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在鲁国的近郊 来了一只大鸟 这只鸟被当作祥瑞的征兆 那鲁侯就很开心了 立刻奉上太牢之礼 太牢是牛羊猪都有的 这个鸟怎么可能吃你这些肉类呢 在给你演奏最好的音乐 那么鲁侯认为我是很够意思了 等于是所有的享受都有了 希望你能够满意 好好待在鲁国 不要走了 就算鸟露出忧伤的神色 也不吃也不喝 听着声音也难过 不久就死了 听了这个养鸟的故事 让我们联想到这样一个情景 现在很多父母 拿着学生的成绩单 然后就开始骂他了 你这个小子 我现在天天供你吃供你穿 给你制造这么好的条件 天天给你掏上学费 结果你考试还给我考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回事 小孩一脸无辜的样子 感觉跟这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有的父母经常会把子女念书好坏 当作他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的唯一的标准 这对小孩子不公平啊 小孩子也很想让你满意 他也很想考第一名啊 对 但是他就是考不到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说今天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 他的用心都很好 希望孩子比我更强 但他真正希望的是孩子比我更快乐 但是他如果走一条路 就说升学这条路 念书升学 很少有孩子会快乐的 对 那么其实呢 作为父母来说呢 比较难 你说我也想让孩子快乐 怎么样让他快乐 我该怎么做 或者庄子告诉我们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我的孩子快乐 说实在庄子里面很少提到小孩子的问题 对 他有时候觉得说 大人跟小孩子一样就会快乐 但是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做父母很担心小孩崇拜偶像 那我女儿也现在崇拜偶像 经常被我教训了 我跟她说 你这个偶像是媒体制造的 是假的 你不要上当 对 他当然讲不过我了 可他最后受不了 他跟我摊牌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偶像让我崇拜的话 我活着还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吓一条 对 我立刻想到西方一句话 打不过就联合 我打不过他的偶像 我跟他偶像联合 怎么联合呢 我上街把他偶像的照片海报杂志的访问 通通买回来送给他 我女儿才跟我恢复亲子关系 但是呢 我 这是第一步而已 我开始研究他的偶像 就发现他崇拜的歌星啊 每天专心练唱六小时 我就把资料给他看 我说你看 你崇拜他 你可知道他每天专心练唱六小时吗 他说这跟我什么关系 我只喜欢听他唱歌 我说人是一个整体啊 他有这种表现 因为他后面付出的代价 他听得觉得有道理 我继续研究这个偶像 就发现这个偶像很孝顺 我跟他说 你看这个偶像很孝顺 你跟他学一学吧 他说这跟我什么关系 我只喜欢听他唱歌 我说人是一个整体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年纪大一点 就有这个好处 小孩子往往长大之后才会发现 譬如我女儿在几年前才告诉我 他说我现在才发现 我中学时代崇拜偶像 实在是很幼稚 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慢慢的都会知道 但当时 当时就是不知道 都不会知道 是的 所以呢 做父母对孩子啊 绝不能硬着来 说你要这样 我偏要你那样 我是父母亲 我要求你怎么样 小孩子到最后阳奉阴违啊 你反而不好教 所以然后先顺着他 但是呢很多家长呢 在这个时候就要担心了 你说孩子 天性 顽皮 好动 你真要是顺应他本性 你让他快乐了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任自留 就不知道会流向何方了 我想到庄子有一个故事 提到魏王送给惠师一种种子 这个种子结了一个大葫芦啊 太大了 惠师说这根本没有用处 这么大的葫芦 是挺难用的 你往里面盛水 它立不住 你把它破一半 然后呢变成瓢 它又太浅了 没法装水 你把它砸碎了 这实在有点可惜 这该怎么办呢 庄子就劝他的 他说这个葫芦 这么大没有用吗 你把它绑在腰间 变成游泳圈一样的 在江海之上 遨游不是很舒服吗 很愉快吗 庄子居然想到这边去了 他一直是说 任何东西 你不要只看小的用处 你要看大的用处 所以我们常常强调 在庄子里面 不但是天生我财比有用 天生的每样东西都有用 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时候 就要想说 人这种矿产 把人当作矿产 你如果没有开采的话呢 你要让他 自己放在那边不动吗 不行 他会出问题的 所以你给他要陆续走 所以我们今天所提供的是说 不要把念书升学 考试当作唯一的路 而要注意到其他方面 我们至少提了三个方向 一个是读书成圣贤 你修养德行越来越高 一个是发展专长技艺 我们说冠冠家财 不如一技在身 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 一旦在社会上就业立足之后呢 也要养成念书的习惯 因为这个时候念书 就不是为了什么用处 不是为了考试 而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见闻 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所以说这个读书 并不是只是用来考试的 应该是有很多的方向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的很多的家长 要因才施教 对您说的没错 所以我们学庄子的思想 一定要记得 你要看整体 千万不要因为说 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强 而忘记了孩子 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这个快乐绝不是社会成就而已 你自己本身如果没有特殊的念书的表现 不要过度要求自己的子女 对 我从小念书 数学都不好 所以我女儿念书数学不好 我绝不怪她 果然是我的遗传 对 俗话说呢 欲不拙 不成奇 但是要根据各个孩子不同的特点和长处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呢 有的人是欲 有的人是钻石 而大多数人呢 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石头 关键呢 你要找到合适的定位 今天呢 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 谢谢 也许啊 有些家长看完今天的节目 心中还有些犹豫 这孩子不喜欢念书 难道不应该担心吗 这个问题啊 其实不难回答 担心 是对的 但不必过分担心 因为 读书成绩不太好的孩子 进入社会有发展的 那也大有人在呢 人生是一个长城赛跑 而不是百米冲刺 起跑线上的竞争 未必影响最后的胜负 关键是 您给孩子塑造了 什么样的性格和信念 而庄子告诉我们 首先请肯定当下的生命 孩子们都活泼快乐 都健康成长 也许就是您最值得珍惜的事情了 人生困惑 下次再问庄子 再见 讲不完的故事 说不尽的历史 各位好 这里是文化中国 我是金波 人生困惑 咱们继续来问庄子 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三个工人正在那儿砌墙 有人就问了 你们在干什么呢 第一个人没好气的说 你没看见吗 砌墙 第二个人抬头笑笑说 我们在盖一幢高楼 而第三个人 边干活边哼着小曲 笑容灿烂的说 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新城市 十年以后 第一个人在另一个工地上 积蓄骑墙 第二个人 在办公室中画图纸 他成了工程师 而第三个人 是前两个人的老板 您叫同样三个人 相同的工作 但结果为什么会有 如此巨大的差别呢 生活当中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自己的工作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 台湾大学哲学系的 傅佩荣教授 教授您好 经过您好 傅佩荣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 著有哲学与人生 活出自己的智慧等 近百种书 其学说深受各方关注与青睐 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三个人 干着相同的活 结果不同了 因为他们三个人 对于工作的态度不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把工作当作一种 机械性的工作 我只是把事情做完就算了 第二种是把工作当作 挑战性的工作 我在工作里面不断培养 我的专长 我的能力 第三种人呢 是把工作当作 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所以同样的工作呢 你如果抱持不同的心态 你将来的发展的结果 就不一样了 那您觉得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的时候 第一步最应该具备的是什么 就是工作的时候呢 有明确的目标 每天在上班下班之间 把目标完成 人生要做成任何一件事 都必须要有目标 要有远见 我在美国念书四年了 从第一天到美国 我就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 对 所以我在美国四年苦得不得了 没有拍过一张照片 四年就等于是拼了 一直拼到四年结束拿到学位 但是在这个里面 年轻的时候比较幼稚 我也承认我在美国念书并不快乐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只想说达成目标 不拿博士太丢脸了 其实我在美国念书四年 身体差点搞坏了 等于是你身体万一垮掉的话 你将来怎么可能有远见有未来呢 如果目标太高 一时不能达成 你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调整到近期的目标 第二个 增加自己的能力 有这么一个故事很有意思 说是 有一个牛仔 骑着马 到了一个镇上 然后铁匠呢 在给他马 定马掌 这个牛仔呢 一直打量着铁匠 给他换马掌时候的动作 然后忽然对铁匠说呢 我看到你的动作 让我想起了闪电 哎呦 这个铁匠很得意 哎呀 是不是你说我这个动作快的像闪电一样 牛仔回答 是 但不仅像闪电一样快 而且像闪电一样 不知道打向什么地方 就是说他压根就没有一个工作目标 没有工作目标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 就会徒劳 无功 我们的有劲 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使 怎样有一个正确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我们可以先思考 如果没有目标的话呢 对生命力来说是一种浪费 对 我经常会提到说 一个人他选择人生目标啊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你可以选小目标 就好像你去打猎 弄一颗散弹枪 散弹一打 随便打都几只兔子 一大片 但是呢打不中大的猎物 相对的 你说好 我现在只要一颗打母弹 那就不得了 那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头熊 对 所以如果说你要选择目标 你就要问自己 我这一生要得到许多小的目标 到最后觉得很遗憾呢 还是说 我针对一个大的目标 但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有更好的实力 就是先培养自己 有很多时候呢 不应该出手 就不要出手 慢慢等待这个适当的时机 有人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 说是在一个玻璃杯里面放一只跳蚤 发现跳蚤立刻可以轻易跳出来 因为它可以跳的高度达到自己身体的什么四百多倍 接下来呢 实验者在杯上加了一个这个玻璃盖 跳蚤一跳 棒 撞晕了 掉下去了 然后呢 再跳起来再撞 撞了几下以后 跳蚤开始注意了 我不能再跳那么高了 于是就在这个杯盖底下来回的跳 但是实验者这个时候啊 把杯盖拿开 这个翘蚤不知道啊 还在那按照这个高度在那跳呢 几周之后 孩子跳到最后 这个翘蚤永远都跳不出这个杯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跳蚤实际上是给自己的能力以下设置了一个限制 因为他害怕失败了 他已经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人也是一样 你经常失败的话就觉得说我大概不适合走这个路线吧 或者说我能力到此为止 我不要勉强自己了 事实上 有时候 我们刚刚讲那个杯盖的故事啊 就像外在的限制 外在的限制会随时功的改变而调整 也许昨天有限制 今天没有了 人生的竞争啊 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通常我们讲一个人啊 会强调士气 就这个人士气高不高 两军对战的时候呢 人数一样多 武器一样好 但是有胜有败 为什么 士气不一样 这个士气有时候是需要经过鼓励的 所以你选择的目标呢 如果说一时达不成 说实在的 不要有太多的挫折感 目标稍微降低一点 让我可以达成建立信心 第二个 一定要增加自己能力 你不能说 现在高手太多 我不努力 等他们都凋零了 我再表现 但是时代不是退步的吗 刚才咱们说的是目标啊 定高了呢 叫好高勿远 定低了 那叫自我贬低 那么在确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的这个 同时啊 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能力 来达到这个目标呢 一般来说 要选择一个典范人物来学习 像林开头所说三个人 都是在弃墙 对 那最后第三个人 他当到这个老板呢 好汉不怕出身低 他今天有这种成就 他年轻的时候 很多人津津乐道 所以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跟我们一样啊 也是 书念不好啊 家庭背景也不怎么样 今天有这种成就 那你 选这种人物来看的时候呢 就给自己带来力量 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 多读一些伟人的传记 你从这个选择传记里面可以问自己 你羡慕他吗 你羡慕他的话 你就要知道 你如果做到跟他一样 你就会欣赏自己 对 通常我们对自己啊 都会觉得好像我不够好 我没有别人杰出 对 尤其年轻的时候 一般上只有一个第一名啊 你要不是第一名的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比不上他了 但是你要想 他说不定只是会念书啊 我说不定从学校毕业之后 反而可以大掌宏图 所以人生是一个无限开阔的领域啊 就怕你给自己设限 设定的目标 我们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做到最好 在庄子里面谈到很多类似的故事 有时候你会觉得庄子的观念 很贴近一般人 他比下的那种杰出的人物啊 都是老百姓 对 就是说一个老人家年禅 有一个人做代沟 这两个故事就很有意思 我们先说第一个 孔子带着学生经过一片树林 这时候看到一个老人家年禅 哎呀 技术好得不得了 好像在地上捡禅一样 一下子一麻袋 对 说到这个年禅 可能很多人在小时候的时候 都干过啊 拿塑胶 要不然就是拿这个 洗过的这个面团 洗成面筋 有粘性 然后呢 一年不太容易 因为他只能粘到翅膀 不然 蚕就飞了 什么都得不到 那么这个老人他厉害到 就像在地上捡东西 就给人感觉那蚕像死的一样 他怎么做到这一点 这老人家说的秘诀倒是有的 我经过五六个月的训练 在竹竿顶端放一颗弹珠 可以粘到蚕的话呢 他说就很少失手 放了三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 十次最多一次失手 五颗弹珠可以粘到蚕的话 那就跟在地上捡东西一样了 不会失手了 天地这么大 不能跟我交换蚕的翅膀 换句话说 脑袋里面心无旁骛 对 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所以像这个就说明 把工作变成一种艺术了 还有一个庄子讲的一个语言 他又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在大将军家里面 有一个老人家专门做代沟的 说这个代沟啊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是那个您与您的孩子之间 有代沟那个代沟 而是呢 腰带上的一种饰品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皮带上面 那个皮带扣 但比那个要大多了 这个老人家做代沟啊 做的是我们叫 思思入寇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将军就问他了 说你老人家做代沟 怎么做那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老人家说啊 自从20岁做代沟以来 到今年老夫80岁 60年之内 任何东西都不看 要看就看代沟 等于是我专心自治 我既然走这一行 就走到最好 因为一辈子60年都专注在里面 对 到后来就变成是 所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天下就是 属你第一了 所以他可以把代沟做得很好 他这个故事啊 也是说明 任何一种技术 都可以从技术变成艺术 就看你做的时候 能不能到最后啊 从外在的学习规则 到规则内化 变成我的本能一样的 对 我以前有一次 坐计程车 看那个司机开车啊 我闭上眼睛不敢看 为什么 他一根指头开车 我一看太可怕了 这个发生车祸怎么办 司机看我闭眼睛说 他说你别担心 我开了20年了 他就是一根指头 他很有把握 但是我们不会开车人了 手抓得紧紧的 满头大汗 孩子出问题 所以这两个故事呢 带给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干什么 那你就专注于干什么 那但是这里面呢 我有一个问题啊 他们为什么 能够这么专注于这个工作 恐怕古时候的信息 不太发达 他不会说看到新闻 谁发财了 谁怎么样 他不会三心二意 然后呢 古时候工作也比较稳定 你既然做这一行之后呢 他对你的要求就是 你这工作做好没有 别人雇你嘛 你专门做这个 你做不好 你责无旁贷啊 所以他变成说 开始是为了责任 到后来变成一种乐趣 变成一种享受 所以基本上 庄子对于工作的想法 就是说 你活着 你一定要工作 否则你在社会上 怎么跟别人相处呢 你没有待遇 你没有工资 你活不下去 但了解了之后就发现 我不做这个事 就要做那个事 那既然做这个事 为什么不把它做好呢 对 所以我们有时候 讲到享受的时候 会提到一个英文字 叫做enjoy enjoy就是 在里面得到很多快乐 你说如果他要摊上一份 他不喜欢的工作 那他能够干到专一吗 大多数人都在选择 做一行愿一行 我做一做 觉得这个没意思 不如别人那么轻松 但是是非经过不知难 看别人挑水 不中 你自己挑水试试看 就不一样了 所以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态度 首先当然是等机会 比如说我什么系毕业的 我就找这个系适合的工作 叫做学以自用 但是很少人可以真的学以自用 很多时候你开始做一份工作的时候 真的不太喜欢 也觉得毫无兴趣 但是你做到一个时候 才发现 我可以做 我其实并不是很讨厌他 叫干一行 爱一行 然后干一行 专一行 那么从不爱到爱 从爱再到专心致志 这可能就是庄子呢 所想要告诉我们的 说的专注 这让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先秦的时候 赵国有一位有名的驾车高手 叫王子柒 他呢 这个驾车太好了 于是当时赵湘王呢 也向他学习驾车的艺术 不久以后 他觉得学的差不多了 就要跟这个王子柒进行一场比赛 结果在比赛当中 赵湘王换了三次马 每次都落在王子柒后面 赵湘王就埋怨了 你是不是给我留了一手 王子柒就说 其实我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教你了 是你运用的不对 驾车最要紧的是 驾车人注意力啊 要集中在条理码上面 这样才能跑得快 而你呢 落在我后面的时候呢 就只想追上我 跑到我前面的时候呢 又生怕我追上您 比如说他跑得累了 你稍微缓冲一下 他跑得有点分心啊 你要刺激他一下 注意力放在马的身上 这样车才能驾得好 那么赵湘王的话呢 他是只管跟别人比 这样一来的话 得失心太重 而忽略的重要的是 你在驾车 等于是你对于工作 要有适当的了解 工作相关的条件 要设法都掌握住 你要能够掌控你工作的环境 跟你工作的性质 你才有可能驾驭这个工作 可以让他做得很好 这中间都需要一些训练的过程 说到这个问题啊 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 叫做刨丁解牛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大家实在太熟悉了 在庄子养生主里面这样写 说有一名刨丁就是厨师 肢解牛 他手所接触的 肩所依靠的 脚所踩踏的 膝所抵住的 是无不哗哗作响的 那刀插进去则 祸祸有声 无不切众音律啊 他好像具备 X光透视的眼睛 他一看 没看到牛 看到牛骨头 等于是把牛的皮肤 跟肉全部都化掉了 所以他的刀呢 是用了19年 但是没有任何缺口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刀这么薄 没有厚度 牛呢 那么大一只牛 骨头骨头之间 筋络筋络之间 有很多缝隙 对 所以以这个刀 进入牛的身体呢 叫做游刃有余 我想这个时候啊 牛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啊 终于能够死在 这样的一位高手之下 给我一个痛快 当你要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呢 先知道他自然的调理是什么 再看他本来的样子如何 然后呢 你再找最关键的地方下手 等于是一个枢牛 一解开之后 整个牛啊 完全就化开了一堆一堆 瓦解掉了 瓦解掉了 连牛自己被解了都没什么感觉 对 这个是对牛也好 对 刨丁解牛 能够做到这个地步的话 您觉得它其中的关键 在什么地方 它也不是天生的 它是长期的磨练 它说一般的工人啊 一个月换一把刀 为什么 拿刀乱砍呢 碰到骨头就有缺口了 没错 好工人 一年换一把刀 嗯 那我呢 十九年刀都没换 为什么 因为我解牛三年之后啊 眼睛没有看到全牛 对 都看到牛的骨头骨架 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就顺着牛的自然的结构 跟它本来的样子 我去解这个牛 等于是我们做任何事啊 第一个工具要够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对 第二个我要做的事情本身 以前的人怎么做 做的效果如何 我都要了解 嗯 然后再配合我自己长期的训练 以至于我做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呢 一下刀 什么事情全部搞定 在庄子的心目当中 似乎并没有什么地位高低啊 职业贵贱的分别 当然 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工作 已经从这个 呃 爱好 专注 已经到了艺术的境界了 我们人人都可以 将自己的工作 变成艺术吗 大概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 嗯 第一个是你要不断地磨练技术 嗯 因为技术纯熟之后啊 从外在的规则 变成内在的一个本能 嗯 这是个关键 而另一方面呢 是 你必须要具有创意 所谓的创意就是说 你把每天都当作唯一的一天 嗯 像我教书 教了三十年 哎呀 常常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 嗯 因为每天上课内容都差不多 对 那你就要把它想成 每天都是唯一的一天 嗯 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嗯 今天是唯一的一天 嗯 所以你常常想 每天不一样 让自己观念上先感觉到 生命是不断在新的 一种处境里面 嗯 所谓的创意就是说 把自己当作新的生命 把所有的外在的条件 都当作一个新的 的机会 这样生命就可以避免 这种光是重复而乏味的困扰 嗯 你看我这天天跟大家见面 每天都要讲很多的这个问题 事情 呃 呃 但是呢 我觉得我一点都没有烦的感觉 成年之后啊 很少问了 嗯 觉得本来就如此 你倒一杯咖啡给我 我心里想老朋友的给我咖啡是应该的 对 我就不会感谢 但是一个陌生人啊 倒一杯咖啡给我 哎呀 我觉得真感谢 你这个对我太好了 那为什么老朋友给你咖啡 你没感觉 陌生人给你咖啡 那么感谢呢 因为你把老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 对 人就要避免这样的观念 嗯 要记得每一个人不管是谁 从父母开始 对你一点点善意的表现 都是他愿意对你好的表示 嗯 你都应该把它当作是生命的第一次 对 非常欣然的接受 对 所以呢 把每天都当作是新鲜的啊 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挑战 这样的话 你就会在看似习惯的行为过程当中 也不断的得到新的乐趣 我教书30年了 嗯 但是我到现在每一次走上讲台啊 我都跟自己说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 嗯 所以这样一台的话 我就把我30年前第一次上讲台的心情啊 又恢复过来 对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一种 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念头 嗯 我教书恐怕学生都觉得很无聊了 这个老头子还在讲这一套 对 你对于工作有兴趣 对周围的人见面有兴趣 别人才感觉到说 哎呀 我们每天都要珍惜啊 因为今天又是不同的 跟以前不一样 嗯 现在呢 很多人 面对激烈竞争的时候 他也专注 但他专注的是 今天有没有人超过我 明天有没有人工资拿的比我多 啊 后天有没有人业绩比我好的 他天天专注于此了 您觉得这个心态对吗 这个心态压力很大 嗯 就好像我们常说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嗯 所以与其去这个比较各种外在的条件 还不如说把工作做好 在工作里面呢 寻找一种自我跟社会的联系 嗯 想说我的工作也许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即使我是在街上做基本的清洁工作 嗯 少了我这工作也不行 嗯 那么我既然做就要把它做好 让别人都放心 嗯 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神圣的 只要它是正当的工作 它对于社会在某一方面 都会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 嗯 所以你这样想的话就比较不会去像您刚刚说的 业绩啊 赚钱这方面比较 对 而注意到工作本身的价值 嗯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工作当中 应该忽略和别人去比什么 而是每天呢 要看看是不是超越了自己 战胜了昨天的那个我 对 这一点是事实 嗯 就是跟过去的自己相比 挑战啊 就是说 我要胜过我自己 嗯 但是以什么做最后标准呢 他没有标准 其实不是只有 道家如此 嗯 你看孔子的生平啊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一路到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预举 我们常常说 孔子如果活到八十岁 肯定还有更高的境界 嗯 换句话说 他也是每天都跟过去相比 嗯 他要超过自己 这样的生命啊 就是有身有心 还有往上提升的空间 嗯 这才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人生观 呃 从此以后呢 我自己呢 要对我自己说 每天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个金波 都是一个新的金波啊 跟昨天那不一样了 那么各位 您看我的时候 每天 哟 这位 他是第一次出现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每天都能够保持新鲜感 当然 我下次再见到您的时候 我也当成 我是第一次 见到您 好的 今天都非常的感谢您 谢谢 谢谢 气墙工人可以成为工程师 老板 厨师 也能成为艺术家 这世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只要你不要像 玻璃杯中的跳蚤一样 给自己设立高度 只要您有老人 年缠的耐心 有工匠 一生做代沟的坚持 能做到 刨丁解牛时的 游刃有余 那么 每一个人 都能收获 属于自己的成功 把工作变成艺术 你呀 也可以 好 人生困惑 咱们下次再问庄子 再见